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之最 今天我们来聊聊 2021年国家人口数量排行前10名 第一名,中国,约14.1亿人 中国人口在历史上一直占世界人口的较大比例 目前,中国人口约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 但新生儿数量仅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 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比重将显著下降 1919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从赞成节育到最多两个到严格的一胎化政策 使中国的生育率将低到世界最低水平 进入21世纪后,面对人口老化 计划生育政策从2011年双独二胎开放为单独二胎 到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 将有助于生育率的提高 第二名,印度,约14亿人 印度过去50年来的医疗进步 及绿色革命使农业生产力提高 促使人口快速成长 但印度仍面临数个公共卫生相关的挑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印度每年有90万人死于饮用受污染的水 以及呼吸受污染空气 第三名,美国 约3.3亿人 美国经济高度发达 生产规模巨大 生产技术领先 部门结构完整 农工业均发达先进 公路、航空的技术及运量均居世界首位 对外贸易而世界第二 金融业非常发达 经济规模长期居世界首位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 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第四名 印尼 约2.8亿人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通称印度尼西亚或简称印尼 为东南亚国家 由17506个岛屿组成 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将遇横跨亚洲及大洋洲 别称万岛之国 印度尼西亚人口超过2.8亿 为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国家 第五名 巴西 约2.1亿人 巴西的文化具有多种民族的特性 巴西作为一个民族大熔炉 有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其他地区的移民 在音乐舞蹈方面都有十分不同的表现 不管在艺术形式或通俗特色方面 巴西音乐均引起四人注目 第六名 巴基斯坦 约2.07亿人 在巴基斯坦最受欢迎的运动 应该是板球运动 有大批巴基斯坦人通过电视观看巴基斯坦队参加的国际性比赛 尤其是与树敌印度队 巴基斯坦队是国际板球运动竞旅之一 曾在1992年赢得过世界杯 并在奥运会上赢得过数次金牌 此外 卡巴迪也是非常受巴基斯坦人欢迎的民间运动 第七名 奈及利亚 约2.02亿人 奈及利亚是世界第十二大产油国 和第八大石油出口国 石油探明储量是世界第十位 石油产业在奈及利亚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涨GDP的40%和政府收入的80% 第八名 孟加拉 约1.65亿人 孟加拉国有49.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其中33.4%为极度贫困人口 第九名 俄罗斯 约1.45亿人 俄罗斯国土横跨欧亚两大洲 为全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拥有170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占地球卢迪面积八分之一 它也是世界上第九大人口国家 足球、冰球和网球 是俄罗斯最受普罗大众欢迎的运动 国内的足球超级联赛和冰球联赛 是最受欢迎的两个体育联盟 此外 俄罗斯亦是奥运百年历史上的一个 最为重要的夺金强国之一 前苏联与美国在体育方面 成长还激烈的竞争 俄罗斯的奥运传统优势项目 包括体操、艺术体操、登床、基建、设计 花样游泳、举重、排球、累球、赛亭等 由于俄罗斯大部分领土地处高纬度 拥有得天独厚的冬季奥运会项目的训练场 以及比赛场地 在滑雪、花样滑冰等项目上亦表现上加 第十名 墨西哥 约1.28亿人 墨西哥是北美洲的一个联邦共和制国家 北部同美国接壤 南侧和西侧濒临太平洋 东南以加勒比海诸岛国比林 南面以玻璃支、威地马拉接壤 东部为墨西哥湾 其总人口超过1.21亿 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吧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小编的视频 帮忙按个赞与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